那最大胆的追求自己的幸福 那错过了这个男人是吧这么优秀的男人哪有 当然是遇也遇得到,难遇嘛现在难碰到这样的男人对吧 我看着看好我们作为一个男人觉得王辉这个人真还不错 对我也是个搞事情的人 你太善良了 我说老妹你太善良了 不是我善良我是真的觉得啊王飞哥 我能看得出来他对工作 也好 对 对我也好 反正他这个人的话 他真的很努力 就我说实话啊真的我这个是过来的人啊 我遇到你像你这样的女孩子我说实话 我事业都可以可是是吧也不放弃 女人是吧像你们这么这么好的女人 我谁作为一个男人是吧 那肯定他就是大胆的追求他对吧 你像你像你的话 你确实你 我也看得出来你喜欢 他 你也不要顾虑你家里那个什么那个那个 蛤蟆是吧 你的叔叔是吧 对你有养育之恩你顾虑这些 那时候 没办法是吧 接受了他他们搞个单方面的搞 单方面的搞的话 才中国的法律来说的话 像那种情况搞不下来的话可以报警对吧 让政府让政府让让让村里面 让让国家政府是吧来来调解这些问题对吧 强加于你的对吧 不能说我你对我有养育之恩啊 我我会从其他的方面来报答你对吧 不能说你对我有养育之恩 然后我又 你就你就把我一辈子的幸福是吧 你做主哪有这样呢那个是原始婚姻 我们要打破中是吧 这个科学在进步 华虑国家有法律对吧 什么东西不能不能那种老古本啊 那是古那是那是 没有 没有解放钱的那些婚姻是吧 对不对啊 你像我你像王辉王辉现在我在他那个年龄的时候二十来岁的时候 在奋斗事业的时候 我像遇到这样的我们也会我也相信我们也是跟他是一样的我觉得这个人很靠谱 是吧 你要去找找一个你像你家里那个你想都不要那样想我跟你说你自己的话肯定要把它摆平是吧他也会 你们两个一起努力是吧 对吧 我看你看好你们两个 一定要 一定要不能想到那么人要清洗思路要清洗对吧 你爱情的方面的话要自私的有些方面 那不能说是什么小小的他家庭背景是好 对吧 你家庭背好你不敢你你不敢 你这个追求爱情这个是凭人人平等的对吧 我凭什么处处让着你啊 处处处处是吧 被他掐 你在他公司的话 是王辉也有股东啊有股困了他爸爸虽说是大股对不对 那那也不能说 这个东西我王辉他这个公司是王辉自己做主吗应该是 他没有全力参与公司的什么的这些 对不对 和分红的这些才是他年底的分红或什么的他才是他们几个股东在一起的事情 对吧 所以说你不要我觉得 你家里面那个事情啊要把那个把那个分退了啊 你不回去的话是最好 那个回避逃不回避了 都代表你本人不喜欢他 家里没难你没办法对吧 你这里好好上班 然后 自己 跟王辉联系 联系了 大胆的追求自己的幸福 年轻人什么时代了 还那样 还那样 还那样对吧 那那样的话就让给人家呀 让给让给那个小小 小小也 小小小巴不得你这样啊 你看今天晚上全部你为什么这么怜你啊 他就是目的就是小小又派他过来打听你在哪里上班 然后又来的又来对吧 我们有时候看不下去了你说是有有时候你你有时候要 要要要问我们这些粉丝上我们这些粉丝应该是大多数都是 百分之九十的粉丝吗 都是 很关心你的 一直在怜我 现在 还不要理他你理他干什么 以后来像全部尽管你们是一个村的他他坏得很多话像这种人不接触他人品有问题对吧 人要接触那些正能量的人 做正能的人一看就知道你也可以 你这人很正能量 对吧 什么时代了现在 自己的幸福掌握到自己手里啊 人家那么喜欢你这个是吧对你都 王辉我感觉是很是一个事业有成很优秀然后我感觉他是个暖男的这个这方面 他还比较细心呢他这个人 我这个真的很好就 就因为很好啊 他为你付出了很多我们也看在眼里啊对吧 你上次他就向你求婚其实 其实的话他也很伤心我也看得出 你比如说是我的话我也伤心呢 对吧 你顾你了顾你了顾你家里面那个没退婚当然是你 是你 考虑了一些问题 那些不是事 那个又不是你你主动要去是吧 答应的 你根本是被 被你那个叔叔 你你你你认为你那个叔叔给你带大你们那种单亲家庭 你爸走得早对吧 然后你 你叔叔给你带大吗 带带带有养育之分吗你觉得你对不住他 他说了算 在你们娘三来说的话 男男 秀师说 怎么说呢 男人很地位很高感觉哈 他是你们一家自主感觉你们那个家庭对吧 你们小家庭 养育之恩 要我们要心里面要感激他 那个以后将来会慢慢的用其他的方式来报道他 对吧平时啊他的过程呢 什么过年呢 什么什么东西 什么时候跟他 跟要记住他对吧 你这个东西的话一辈幸福 一辈子幸福 他又不是生生于过你的是你的亲叔叔而已 这怎么听他的呢对吧 他来安排你什么呢 对不对 你看小小那时候跟你妈说了 那些 其实都是 就是想想把就是说想跟王辉在一起说白了就是这样 他的目的就是我跟你说 你不管在王辉公司上班或者你现在在外面你自己找事做他都不会换过你我跟你说实话 但是这方面的话你跟王辉呢 两个在一起了你们两个一起还有我们这些几千几三万的粉丝给你都是你的家人对吧 我们就说白了我们就是有你这个妹妹吗都是你娘家人对吧 要信任我们这些人对吧 嗯 有什么事情在一起商量 对不对啊 有时候我们就为你有商量过过头了有时候着急说实话 你是这些人对吧 你是这些人对吧 你我去我想听听我当哥哥的想听听听你现在顾虑的是什么 你说实话 你顾虑家里呃就是说是不是家庭的什么呃 两边家庭有悬缩啊 不是这些啊 还是不是你小小那些话你听进去了 啊认为说你拖累了他呀 啊他很优秀啊 他的事业为主啊 然后你你什么都不会啊 啊这些把把你强奸于你 是不是这些啊 你主要是应该是这个我看问题的话 感觉太多了 你不要有这个顾虑 不要了不要那么想 你不要不要那么想 你想那么多干什么呢 两个人 是吧就像我们过来了我们结婚了人是吧 说实话我们都是这样过来的 不管现在我们都是事业 也都有了事业了 但是什么东西两个人共同创造的 对吧 两个人是这个世界上没有学员 学员关系的最亲的人对吧 我希望你们两个走到 最后 一个魔灰 是吧你们才是 我们这些我们这些粉丝都是看好你们 你们天生的一对 小小这个人长得还是好家庭条件确实好 我相信他那个老爸呀 肯定是想想他跟王辉也是肯 也是肯定是听他女儿的是吧 他只有那么一个女儿 对吧 他们的背景肯定好 但是你不要去考虑那么多 王辉只要喜欢你什么 这是最好的了 这 这个是你 你应该 是吧 你也喜欢他那不是神情的吗 两个人 你还考虑那么多干什么 如果有的事情你想不过来的话你天天你看你这样逃避回避他 你觉得 让这些粉丝 是吧 也伤心 王辉更有伤心 你自己也不好过 对吧 你何必来跟自己过不去 跟跟跟是不是 大胆的追求自己的幸福上 这个人一辈子说长也不长说短也不短人生几十年对吧缘分很重要 你的王辉就是缘分 有那么多顾虑的吗你想你想你想这个人人都是平等的 他小小他有钱他有钱吗他自己有能力吗他是他爸爸创造的条件 因为他有什么 他爸爸尽管有别说他爸爸我也不知道啊 但是说人是吧我没不了解但是他爸爸作为是个大国 不去不去管那么些他也最基本的道理也懂王辉也跟他说清楚了应该说是 是吧他也应该懂啥 都是几十岁的人了他应该懂这个道理 你女儿人家又不喜欢你女儿你女儿还处处跟人家为难比 王辉喜欢的女孩子 啊 我觉得给你理路一下我亲家那个那个思路你要清洗家里的事情 让你说出他们自己的肯定会摆平我相信他那边的你看他们那个家庭那些人 是什么人 他爸那个那个你那个 那个 对那个对象了 他那个爸爸你看他们一家人的素质的看得到 你跟着他一辈子很有幸福啊 我相信他不可能有幸福我跟你说实话 你看那个家庭 是吧在农村我相信他们家只是说条件相对来说好一点对吧 那个那个